高中微调新课纲公告实施上路一年多大小争议不断 原是部落大小生制作单位和政大乌来乐库计划团队 就共同举办了体检教科书813行动 将在8月和9月的部落大小生节目中 探讨高中课纲争议和呈现检视教科书的成果 目前记者所在的位置是政治大学 而最近课纲的一体一草的沸沸扬扬 也让不少的学生走上街头来反课纲 不过这次我们很特别要透过原住民族的观点 来检视高中的历史课本 公民课本 来检视我们现在高中生还有原住民族的年轻学子 到底学了哪些东西 翻开教科书从封面目录到内文用词 一字一句仔细看 现场参与的老师学生都直摇头 因为教科书中针对原住民族的历史或文化 在编写上有许多的错误和刻板化的印象 甚至有歧视误导的现象 他这样提到原住民好远的这样的一个特性的时候 他并没有去提到说 那个原住民面对外来族群侵略的时候 那个抵抗的行为 他并不是好远化 那可能是文副家园 那而且把原住民单一化之后 因为有的原住民其实他是好客 他并不见得就是好用 像那个伽玛兰族 或者原住民是温和的 但可能他只称的是达物族 所以那种把整个原住民单一化的这样的问题 还是在客户里头看得到 他里面都在介绍说这个原住民有几族 然后他们有什么社会仪式 这个在小学五年级就上过了 高中不用上这个 高中像讲的是我们原住民各族的起源传说 我们到底原住民是从东南亚来的 还是从哪里起源的 那个叫起源传说跟起源论 根本中针对原住民族的传述 篇幅少得可怜 更将所有平谱族群过于单一化 从清治时期中叶到荷兰统治时期的台湾 平谱族群受到外来政权不平等的待遇或政策迫害 在历史课本中统统消失 你们提的不是在提 谈到平谱族群都用西大海族来当一个例子 那我们就会被攻击 其他平谱兄弟因为说他都在谈你们西大海族 所以变成了西大海 在平谱里面也有西大海族的沙文主义 里面有很多写到当初荷兰时期的时候 都写征讨啦 还有一个字更严重 叫做什么 在华欣里面的二十五页写到了 浮角 好像我们是土匪 浮角 所以这个都是非常非常错误的事情 流民传就是去屠杀了 杀起来亚族 大家都知道 可是在写课本的时候 提到流民传大家都觉得说 他是台湾的第一个总督 第一个巡抚 然后推行很多现代化的政策 对台湾有多大的贡献 他这个是一个非常 用复刻的话来讲 非常趴折的一个论书 一种有点 讲完有点主奴论 课本上在论原住民的时候 常常只呈现主的那一边的光 没有呈现到奴这边被支配人 这边的黑暗面 一样的历史有不同的观点 但要如何持平 更应该从整个刻纲的结构 来做大调整 让历史的各个面向观点 能够在课本中呈现 而这次新课纲中将原住民 改为原住民族 是对原住民族的集体权的尊重 但要让整个社会 对原住民族的历史或文化 有完整的认识 恐怕还差了一大截 记载单位Groos 台北市采访某道